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问题啊 都是因这份房屋买卖合同而起 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那这个我简单的那个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看到这个 判决书当中有一些关于事实的认定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合同的内容 那我简单问那个 两位几个问题 想问您一下就是说 咱们这个合同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您还有印象吗 2016年8月28号 2016年8月28号 对 然后呢合同约定支付第一笔订金的时间 您还有印象吗 当时给了一万 当天给一万 然后那之后其余的订金 然后陆续的一共给 然后就是9月7号 又给了十多万吧 两次 9月7号给了十多万是吗 两次 给了18万9 一共三次 一共18万9 是这样 我看到判决认定的事实 我给您念一下 确认一下这事实是否准确 2016年8月28号 那么这个买房人呢 向您支付了一万元订金 这是事实吗 是 然后您还向他出具了这个订金收条 对吗 对 然后2016年8月30号 这个买房人呢 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向您支付了8万元订金 对 有这个情况吗 有 也有这个情况 是吧 嗯 然后2016年9月7号的时候 买房人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 又向您支付了第一笔首付款 9.9万元 对 这个事实您认可吗 认 认可是吧 也就是说 他通过订金和首付款的方式 一共向您支付了18.9万元 对 这是个基本事实 对 对吧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上来看 对于这个房屋交易 你们双方当时有一个具体的安排 买售人于2016年8月28日将第一笔订金9万元 自行支付出卖人 2016年9月25日前将第一笔首付款9.9万元 自行支付给出卖人 嗯 那么就是就定金和首付款的这个支付 这个义务实际上对方履行了 对吗 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下一笔第二笔首付款的支付呢 它有一个付款条件 出卖人接到居间方的评估通知后 五日内配合评估公司对房屋进行评估 嗯 买售人于房屋评估后 和工作日内支付第二笔首付款30万元 居间方有没有通知过您 做这个房屋的评估 有 有通知过 有 当时就是临近春节了 腊月二十几了 那会儿挺有事 反正就是挺忙的 我有事 我就说呢 我在外边 我五点钟到家 你们来评估吧 他们又说五点钟不行 会这什么什么时间 但是当时我可能有点事就给耽误了 耽误了后来呢 接着就是过春节 过春节我们亲戚朋友遇到一起 就说我们家这事 大家也都说别卖了 趁点别卖了 拉倒吧 别卖了 都是这么说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 二月五号是第一天上班 中节这小伙子上 那小经理上我们家去 我正式向他宣布不卖了 然后他是到您家 希望您做评估 然后您向他宣布说这个房子不卖了 当时还没宣布 当时他说评估的时候 正好我们在外头呢 因为他的叔叔病重 病重了 然后我们回老家 回老家了 然后回老家呢 又他一催我们 我们就往回赶 说晚上你把他叫了 我们评估 结果等我们往回赶的时候 他说晚上人家来不了 他不来了 他不来了 结果我们第二天又返回老家 又返回老家就这么一说呢 又死了 紧跟着又办伤事 又干嘛的 这就春节了 我们满以为在春节的时候 他最起码他应该给我们打一电话 是不是 给我们点钱就行 我们先不说其他的 先说评估这个事情 刚才听您两位介绍的话 那么我们理解呢 这里边您心理上发生了一个变化 最开始他提评估的时候 实际上您是愿意配合的 对 只不过这个时间上 双方没有找到一个都接受的时点 对 所以第一次评估 就第一次约的这个评估时间 就没有进行这个评估 没进行 那么之后 是不是这个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不是说不想评估了 而是说不想卖房了 是这样吗 后来是 是这样 通过春节期间 之前有没有犹豫过呀 犹豫过 在之前其实已 犹豫过 他如果说在春节时候能把这钱给我 我都认了 其实在之前你们 由于房屋的价格上涨 已经开始对于是否卖房产生了犹豫 对吗 犹豫过 确实犹豫过 因为我看到一审判决当中所查明的事实 你们是在2016年的11月30号跟对方办理了网签合同 2016年11月30号已经距离你们2016年8月28日签订合同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90天的时间过了 基本上90天的时间过了 如果按您所说 我认为我90天内就要拿到我的全部房款 那么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拿到 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去旅行这份合同 我不跟你网签 为什么 仍然配合对方 我签字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半路上 他找的我 都不是说上什么建委 在一个半路上他约的我 当时我对他已经不信任了 我还给他们经理打了个电话 经理说那您签吧 阿姨这是应该签的 我就签了 那么不想卖房的话 您能不能概括一下 这里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不想卖房 一个原因是呢 就是我们即使拿到钱了 我们相应的我们能够看上房子 已经买不了了 因为我们那房子当时170万 当时的房价已经涨到270万 过了三月份就涨到370万 我们已经无法再用这个钱 买这个房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呢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26条 情势变更的原则 签合同的时候 市场没有变化 签完合同 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 物价飞涨 所以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法院是允许变更 或者撤销合同 我们也是根据这一条 来提出的 但是它呢 是提出来 是我们因为恶意涨价 才不卖的 这个既不符合法律条文 又不符合事实情况 嗯 嗯 嗯